那麼今天上午富豪的董事長林明生 也特別從國外趕回來向社會大眾道歉 因為今天有媒體爆料 其實機師廖建宗早就發現了 這架飛機的引擎有問題 不過富星航空地勤因為擔心延遲起飛 會被民航局開罰 劍叫他飛完這趟金門再說 那麼今天富星也出面否認 說沒有這回事 代表富星航空跟各社會大眾 先說一聲道歉 鞠躬再道歉 連夜兼程趕回國的父親董事長林明生 面對鏡頭總共道歉三次 眉頭深鎖表情也特別嚴肅 因為富航接連發生空難 身為董事長的他難辭其咎 富星航空會秉持最大的誠意 來安置家屬們跟傷患者這邊的 這樣子的一個配掌金的問題 富航追擊後 有著傷患家屬連跑多家醫院 還無法確定親緣在哪裡 富航的善後處理不佳 批評聲讓排山倒海而來 面對外界的責難 富航終於公佈補償辦法 這個緊急的慰問金 每位是新台幣20萬元 對確認身份的罹難者家屬 另外發放新台幣120萬元的 傷障補助費 對於失事原因 有媒體爆料 即使廖建宗在起飛前 已經察覺引擎不太對勁 但是地勤人員擔心 如果檢修引擎 就會造成搬機延遲 會被民航局罰款 竟然要求廖建宗 先飛完這趟金門再說 才造成這趟死亡之旅 富航公佈文件大動作澄清 工作人員冒著寒風西雨 在停機均檢查復興航空現有的10架ATR機型 民航軍4號已經下令 要求復興航空在5號前完成特檢 富航也表示只要合格 他們一定會讓ATR付飛 預計今天到明天 應該才能夠把全部的特檢給做完 那其實應該這個機率就可以恢復 這個運行中 謝謝 ATR檢修持續進行 光是在4號早上 富航就取消6班國內線航線 民航局也表示 雖然調查還在進行 但最直接懲處的就是 從2月4號的事故開始 包括國際以及兩岸的新航權 一年之內 富航都不可以再進行申請 UDN TV 鄭超文 郵超話 台北報導